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Dr.Eve 影片開始之前 一樣請大家幫我們頻道給訂閱起來 因為我們頻道現在的訂閱人數還是沒有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幫忙 看完影片之後也請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分享給其他愛看硬知識的朋友們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持續製作更優質的節目喔 再麻煩大家啦 其實你有在Follow我們頻道的話 你會知道說我們試車的方式 都是把車子頂起來研究它的引擎啊 底盤結構這些特色 而頻道成立之後呢 我們頂過的車子還有很多 像是四門房車休旅車 跨街休旅車旅行車 甚至電動車都頂起來研究過了 可是商用車卻還沒有頂過 所以今天我們就以福斯商旅全新推出的 KD Maxi為Sample 來告訴大家 那一部以舒適乘坐在人的商用車 它到底是怎樣的懸吊結構表現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KD Maxi給頂起來了 我們先往上面看過去 可以看到我頭上大型的黑色的結構呢 就是它的2.0升柴油 EA288的引擎的油底殼 而且它的油底殼下面還有這 黑色泡棉膠的材質進行包覆 有可能是為了要吸收柴油引擎 運輸生產比較大的原因 當然有可能是在機油的下滬板之下 再次提供最佳的保護 至於左邊跟它連結呢 就是大概一款重點配備之一的 DQ381 7速雙離合器變速箱 它可以搭配它的柴油引擎動力呢 做出最好的動力傳輸表現以及油耗節能性 視線再往左邊看過去 這次KD Maxi的懸吊結構呢 改變也是相當的大 它這次呢是沿用自家MQB底盤而來 而且從它的副車架 三角架 仰角的形狀來看呢 我覺得跟Golf呢 算是蠻相當接近的 只不過呢因為車型款式的不同呢 它的三角架的長短呢 有點不同 至於它的仰角造型 我覺得算是相當接近了 我們視線再往後面看過去 你看我頭上這大型的副車架體積呢 也相當的碩大 這當然也是要因應它的商用本質的架構 而且雖然它的造型呢 跟Golf的副車架有點不同 可是呢從它的鎖點造型位置來看呢 我覺得還蠻相當接近的 有可能你可以後續升級改裝 GTI所採用的鋁合金副車架也不可能 好我們視線再往後面看過去 在開始講解KD Maxi後面懸吊結構之前呢 我們先來講解一下它中間部分的一些配置 其實你可以看喔 它其實是一部商用車而已 可是呢它的底盤平整化功夫做得還相當不錯 你看遍布車身左右兩端的大型平整化的塑料飾板呢 它一個都沒有遺漏 而且在排氣管周圍這種金屬隔熱板呢 也緊緊的包覆 不要忘記它只是一個商用車 而且有趣的是 你從它排氣管的設計來看 它這一次呢 我以嚴苛的排污法規呢 它是在中段有兩個觸媒 而且在這觸媒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類似像排氣閥門這個東西 這東西呢 雖然原廠並沒有明確指示 可是我猜測 因為它在這閥門之前呢 有一個Sensor 它應該是來偵測排氣中 如果你的有毒物物質或是氮氧化物過高的時候呢 它可以利用閥門的開啟或關閉呢 來調節你的排氣的速度 假如你的有毒物質比較多的時候呢 它可以讓廢氣呢 再阻擋多一點 讓它完整燃燒之後呢 再排出車外 KT Massey這次後面懸吊斜構 改變幅度的堪稱相當巨大 因為它把原本商用車的 葉片式彈簧的架構呢 改成扭力量的設計 可是它扭力量的結構呢 也算是相當特別 我們先把視線往上面看過去 一般我們常見的扭力量的結構呢 多半是中間一個大橫樑 左右兩個牛腿 然後牛腿旁邊就是仰角 然後這跟輪子結合 這就是我們常見的扭力量結構設計 可是它的結構又有點特別 因為它的牛腿有兩隻 你看它側面 上面下面各有一組 類似組成這種V字造型的牛腿結構 在中間的橫樑呢 它依舊有設計之外 在後面它還有一個可以抑制車身 側傾的防傾桿 所以在防傾桿以及這車身大樑的作用之下 它可以有效抑制車身側傾的表現 另外你可以發現 在下面這個橫樑跟車頂之間 有一支斜斜的連桿 這個連桿就是我們所稱的第五連桿 第五連桿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這東西我們常常在一些越野車上面會出現 因為當你行駛在這種坑洞路面 起伏不同路面的時候呢 如果你還是採用這種扭力量結構 這時候你左右兩輪可能會出現一些 左右搖晃不穩定的情形 會讓後輪的動態可以更穩定 所以它利用這種連接車體跟下方橫樑的 這種第五連桿可以讓它拉住 所以它可以給你比較穩定的後軸的車身動態 另外它的避震器的設計也相當特別 你可以看到這大型托盤的上面跟車體結合 就是它的大型圈狀彈簧 而且它裡面還有這種橘黃色的防止觸底的襯墊 而且從它的彈簧的線徑來看 應該是比較偏向舒適的設計 而且跟仰角跟車體結合的避震器筒聲 它也是採用往前傾斜的設計 這樣的設計也是一樣訴求舒適的設定 反之如果你今天筒聲是比較直 是往後傾斜的話 它是訴求比較積極比較動感的後軸動態翻譯 以上就是KDMAX的底盤懸吊結構解說 在我們上路測試之前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貨車常見的夜片式彈簧懸吊結構 我們先往上面看過去 你可以看到這就是德風國際他們的KDVAN貨車 他們後面懸吊結構就是夜片式彈簧懸吊結構 可是你可以看到喔 上面它整個懸吊結構 你看不到彈簧那種圈狀彈簧 你只可以看到避震器的筒聲而已 彈簧去了哪裡呢 是跟鋼板就是它的彈簧 所以它叫夜片式彈簧 那它跟一般圈狀彈簧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 因為一般的圈狀彈簧 當你在東西的時候 越在越重它就越壓越變 就會影響到你後面的一些動態啊 穩定性啊等等 可是呢這個夜片式彈簧 你可以想像它是這樣子 所以它在東西的時候它的變形量很少 所以它可以載比較多東西 也不會變形 也不會讓車身過度壓低 可是喔 它卻帶來讓後走比較不穩定的行車動態 因為它貼地性變差了 所以呢 這種夜片式彈簧的貨車呢 比較難作為用來一般行駛車輛之用 而這次KT-MAX大改款很明顯 它採用這種扭量結構設計呢 就是比較傾向於訴求載人 而且適度載貨的商用設定 這次KT-MAX大改款的引擎改變呢 也算是重點之一 像前一代所採用的1.4升鋼內直噴渦輪增壓心臟呢 這回就開始成為EA21 EVO的1.5升鋼內直噴渦輪機體 至於採用引擎也有改變 雖然一樣是2.0TDI呢 可是呢 它是從先前的EA288 改換成EA288 EVO 這兩個引擎有什麼差別呢 首先 雖然鋼筋充程式一樣 可是呢 他們壓縮比呢 已經從16.5變成18.5 所以這樣子自然可以造就更高強的動力 它馬力也可以提升20匹之多 扭力也提升到7.1公斤米 而且喔 當我們打開引擎室 把上次買掀開來看之後呢 你會發現喔 它採用的是水冷式的Intercooler 所以以科技含量來說呢 還算是相當不錯 還蠻厲害的 而且從它的輸出動力來看 動力表現呢 的確是漲幅明顯 但是呢 你會發現它輸出的峰值呢 是往後延伸 而在我們實際駕駛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也是如此 因為先前我曾經開過上一代的 KD Maxi 2.0才有 它的輸出動力呢 其實你會覺得有點衝 有點直接 反正那種中高速的延伸性啊 變得沒有那麼出色 雖然才有引擎本來就不是訴求高轉速 可是呢 這次改壞了全新的EA288 EVO的引擎之後呢 我覺得它運作質感有比先前還得更好 而且當你轉速已經到3000多 甚至4000的時候呢 它的那種氣虛形形而已 比先前還要好很多 而且KD Maxi它的動力表現 之所以我覺得比先前更為出色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它作為傳遞動力的變速箱也跟得緊緊 先前呢 是六速系統 這回它幻象自家 已經使用相當多年 而且技術成熟的DQ381 七速濕式雙離合器變速箱 所以我覺得它換檔的順暢度敏捷性呢 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重點是它可以用檔位控制 持筆的設定呢 營造出更棒的潔能性友好表現 透過全吊結構的大幅度改造呢 它讓原本載物載貨的CADDY的操控感覺呢 變得更為舒適 而且更為適合載人 在我們頂底盤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雖然它前面的結構呢 跟先前的差異並不會太多 可是因為它後面懸吊 已經從傳統的葉片式的彈簧 搭配桶身的這樣子商用車的設定了 這回改成扭力量 而且是透過兩隻牛腿 以及一根橫樑再透過一根防傾桿 再一隻傾斜的桶身呢 這種比較複雜的方式呢 進行組合 所以它開起來的感覺 真的蠻像一般的乘用車的感覺 而在我們實際上路試駕的時候呢 感覺更是相當明顯 當我開車車入彎的時候呢 車頭短降呢 跟先前的其實並沒有差異太多 不過也是因為後面懸吊結構的改變 它少了那種以往的蹦跳感 不貼定性的那種不確定感 所以連帶讓整體的車身動態 變得比較穩定 比較好開 所以讓駕駛人 開起來的性性呢 會更為提升 而至於車尾的更新性呢 當然比先前來的出色 至少呢它的質地 它的接點變得比較多 所以它可以分散更多 後輪的一些承受在路面跳動啊 或者是轉彎音力改變的時候的 那種連接性 所以讓車尾的循跡性呢 變得比較好 而且TD性比較佳 當然呢 可以讓後座乘客做得更為舒服 更為妥協 可是我覺得 它的乘坐感覺還是偏向於舒適 而且是有點過度舒適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載很多人的時候呢 其實 因為後面的載重量的關係呢 其實會讓後面的動態呢 變得更拖 其實嚴格來說 當我一個人開車駕駛 甚至旁邊只是載一個人的時候呢 它在過彎的時候的後軸的動態呢 其實就有點和緩 跟進性呢 已經沒有到非常直接 雖然EVAN的設定來說 它並不是一款呢 就是要求你過彎 頭過身就過的動態 可是如果你今天載了 六個人 七個人全員滿載 後面載行李的狀況之下呢 原本設定已經偏向於舒適 甚至有點軟調的避震器設定了 這時候會讓後面的壓力呢 變為更大 自然有可能讓你過彎動態 變得更為和緩 直緩 其實這是KD Maxi的大改款啊 不論是外觀 內裝啊 配備啊 什麼都大幅升級 尤其它外觀 你看車頭車尾 LED頭的呢 這是帶了很新穎的樣貌 而且它還有一些主動安全啊 像IQ Drive的功能呢 讓你長途駕駛的時候呢 可以更為輕鬆 更不用那麼時時刻刻的 聚精會神的 注意在前車的路況子上面 而且呢 這是採用全新的動力 帶來的是更有質感 更舒適的駕駛反應 不過也是因為 它這次改換懸吊結構的關係 這樣的設定呢 其實比較偏向軟調 我覺得可能支撐性方面呢 我覺得就是還要再進行加強 補強的動作 而由此所見呢 你可以發現KD Maxi 這大改款 它的訴求呢 已經不像先前 有那麼濃厚商用車的色彩 而它更傾向於呢 載人為主 載物為輔的產品訴求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Dr. If KD Maxi 的試駕報導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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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